更完美的环境 目前台湾教育环境跟工作条件 还是赢过许多东南亚国家 加上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 许多东南亚的民众都利用这个机会 前来台湾就学或者是工作 不过教育部最近却指控 彰化市建国科技大学 有19名印尼学生在校外攻读 严重超时 还被人力中介业者扣留款项跟护照 简直是严重失格 恶行重大 不过学校跟被指明的人力资源公司 都出面否认喊冤 我觉得教育部是不实指控 因为我们公司并不是聘雇方 所以我们并没有能力 也没有权利去做扣款 或者是扣留护照 人力公司代表人周海诚 6月28号下午 还特别召开记者会说 教育部次长刘孟奇 记职市长杨玉慧 公开污名化学校跟业主 但是事实上 教育部只片面相信检举人 也搞错了印尼学生 来台的时间跟工作的性质 严重牵连到业者跟中介公司 所以他们要对教育部 对外发言的这两名人员提出告诉 而且教育部并没有去调查 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没有去查证就是说 他所谓的检举的资料是否 他的真实性都没有 就直接发这个新闻稿 声称我们公司已经违反了什么法规 我觉得这非常不公道 我们首先想请教育部公开澄清 道歉之外呢 如果他没有道歉的话呢 我们将会保留这个法律行为 周海诚也拿出证明文件 强调护照证件 薪水都在学生自己身上 不管校方或者是后端服务的中介公司 都有依照外籍学生 每周公读不超过20个小时 数寒假不超过72小时的规定 周海诚感性的说 他十分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还自费拍了一支微电影 希望大家对待外籍的学生或劳工 都要当成一家人 要尽量付出关心跟照顾 想不到却被污名化 让他觉得十分委屈 我平常都会来这边 关心一下他们的上课情况 我会亲自体验他们的工作环境 在温饱的同时呢 给他们一个有尊严的工作 那我很在乎他们能够学得一技之长 周海诚解释说 外籍学生来台湾就学 必须缴交住宿费 杂费 财力证明 支付计票费 有些清函的学生还要先贷款 学校跟业者也都相当支持外籍生 才会给他们攻堵的机会 被教育部这样的指控 不仅太沉重 也让他们无法接受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肥大学生 在温饱里面 国家的课程中 他的课程中 課